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再讲这个下面一段的第九段 第九段再讲的 阳离阴京直不刚 独休一物 转迎王 劳行安平 皆非道 福气参侠 总是狂 举世漫囚千狗符 何时得见虎龙将 劝君穷取生生处 凡本还原是要亡 这个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原阳 原阳就是我们讲的原阳就是原金 原阳里面才有阴金 这有助说我们这个生殖期来讲的话 试迹剂里头有两条线 一条线是浊金的 一条是阳金的 那阳金是往里面跑出来的 就好像说我们的那个生殖 男的生殖器里头它有一个是可以产生隐喻的 那个叫做隐筋的 隐喻的 另外一条是可以跑出来的 这个尿道也是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这个也一样 所有人的眼睛里面一定常有阴金的浊距存在 但是我们本质的金刚不坏啊 它是一个存氧之体 这个存氧之体它因为受到我们的心动的时候呢 受到污染就很难以修炼成为无肉真的 因为你本身的戒 你是贪爱夹的那个射映 而你的真正的眼睛被盖住了 被污影盖住了 你懂吗 你因为你的心残的武运 这时候想行事贪爱那个武运 然后你造成的那个蟹 蟹就连眼睛都被盖住了 变成酌筋为主 好 那酌筋为主的话 酌筋为主眼睛都被藏起来了 所以我们想要修炼 我们本来的金刚不坏 只要靠眼睛来修的 它就已经被受污染了 爸爸就很难修炼成为无肉的真人 所以体内有阴阳之气 需要借什么 借二八来调合 要顺密啊 引起要修两肉体啊 肉体要断顺密啊 眼睛才可以修 是二八 所以信八粮命八粮 不能说我修信不修密 不行 要二八来调合 有时候要你要静阳我 有时候也要退阴阜 倘若你独修乙物 不然你独修信或独修密 或者说你只有静阳我 不懂退阴阜 这个叫独修真阳 独中或真阴 不止信密双修 这两个都要修 命八粮信八粮 的密钥的话呢 只要说孤阴 什么叫孤阴 孤阴就是每天在打坐都不动 只注意念头不要动 念头不要动 但是体内阴阳带动的时候 你全身会乐器会动 然后不能动 那人家叫孤阴 还有还有怎样叫做独阴 孤阴之后还有个叫做独阳 独阳业绩什么样的独阳业绩 就好像一般的人啊 在修练那个气功 气功业 修练气功之后他认为这样 我先气功是为了让我的生殖器 更门 可以举入东西 可以拿你的脚子啊 更快乐 这个做错了 那只修命不修信 孤阴静作是只修信不修命 很多出家来讲话 出家人他一直叫 不要有念头不要有念头 不知道体内阴阴阳气 这叫做孤阴 孤阴就不生 独阳就不长 独阳的话就是一般的 我们看这个 这个练技师啊 气功师啊 每天都在卸精绩神 好因为他只要修那个气 但是他不断生育 只修气不断生育的话 就是命 没有修 这个命就在有肉 所以那个性不能结成 所以这两种的修法的话 均不得妙药 会修成怎样 终生不能成就 或者会是 使自己呢 就是会怎样 瘦弱而不堪 然后 转阴望了就是 翁蜜啊 三匹八啦 因为你如果说教育 修训的人就没努力 都不败借了 不然他认经历神啊 拍拼都不知道 那有个人不愿意 有个人不愿意 就跟他实际用啊 经济的恋恋恋的啊 很愿意的啊 很愿意的啊 他就在那里就说 我可以抬起什么 华专 要使男女生日更快乐 哦 根本 这都很愿意的 这都他也是 都事须的都不败这桌子 好 那我们这个要很小心 啊 表彰从老神 暗疑皆非道 福气参侠 总是狂 那有个人 如何 劳动身体 心体的彩阴补羊 好 有个人就说 我怎么来彩那个女孩子的 哦 然后从我的身体去找那个 还没有发生生意的女孩子 叫彩阴补羊 可以叫做劳行 哦 啊暗影上面 都跟我们不谈一 暗影日月 哦 我才看日月的那个影 然后吸日月的精华 每天去山中看太阳 然后看月亮 看太阳照火 啊 然后看月亮 吸行月亮 这个叫做暗影 哦 就是暗影日月 那种精华 如果是这样的修 也是向外修法 诸如此类 都不是性命双修的大道 更有的人啊 到了那个 怎样 到了水池 比如去吸水气啊 啊 到了山川去吸山川气啊 哦 啊到日月去 去霞光气啊 哦 日光气 日光啊 都只是在外面 去追求气 不要体内的阴阳 这些都是 自以为是的 狂妄不已啊 所以 福气 猜霞 总是狂 哦 劳行 判影 揭配到 福气 猜霞 总是狂啊 然后 雅霞就再说了 哦 满是 满是 满 满球 千拱 福何时得见 虎龙将 哦 眼看世间的人啊 只知道 尽心去望求世间的 千跟拱 哦 用 小的千跟拱 来调悟心心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祥農夫呢 因为那个 那个千拱是代表而已 是代表一个 误会成绩 误会上扬 是代表你的精气神 一个是精 一个是气 气不要让它上扬 气要让它下来 要星火下降 气往下 然后真心往上 然后去采怨 哦 要火去练那个精神 气上来 这个就是真正的修炼 那叫千拱 但是一般人不是 用精心去去求 世间的千拱 来调悟心心 那怎么可能会 祥農夫呢 所以举世漫 漫求千拱来服 这个服是服用的服啊 或者来服 或者来当作要来 调龙 要调那个龙虎 怎么可以 怎么有办法去 祥農夫呢 不可能嘛 还是要 你那个精气神的修炼 欠君穷取义生生处 樊本还原是要亡 所以我现在 只有欠诸位修行者 应该穷取父母卫生的 那个胎气 好 生生处的那个胎气 胎息嘛 所以老子说 专气自如 能丁而乎 就是你如果再从你呼吸 现在的后天的呼吸性 如果转为还没有这个出生的 就是先天的那个胎气 如果你能练到这个境界 就接近了 所以老子说 专气自如如 应而乎 绵绵若存之 用之不勤啊 所以因为呢 我们修行的目的 是要由后天的四神 转为先天怎样 对 不生不灭的这个 灵根的佛子的元神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分 不生不灭的元神 它是一个佛啊 灵根啊 所以佛叫做转世承治 所以我们如果来转世承治 因此我们要修炼到 反本还原的境界啊 要转世承治啊 就要了解千孔 用真心跟中孔 不是用假千假孔 这才是炼丹啊 采药的妖王啊 所以劝君穷取生生处 就是那个胎息 这个胎息怎么结这个胎息 就要不离真心跟真孔的调和 你这样就会变成 呼吸器变成胎息 然后就还本还原 这个是经丹才是真正的要望 所以我们经丹来讲 是真正修炼的人不离经丹 如果你不管修佛佛家的人 也能够看经丹的话 他的修行进步更快